客人上門點餐 工作人員熟練的打蛋兼火腿 這間早餐店在高雄岡山經營22年 服務態度老顧客說不錯 沒想到21日那天遭到顧客留下一行復庭 漏風總會都30了 然後那是35了 他一定要凹成25 什麼話就沒了 就給一顆新的 時間起因就是這塊價目表看板 店家說21日有名女客人來 說要買玉米總會 做好之後跟顧客收45元 對方卻說不是25塊錢嗎 還討價還價了5分鐘 店家沒妥協表示願意自行吸收不賣沒關係 最後女顧客雖然結了帳 但卻留下一行負貧 讓店家很無奈 業者說遇到類似情況的不止他們 業者表示上方的價目表是20多年前的 現在物價漲不可能賣這個價錢 而為了不讓顧客誤會 還特別把黑色價格挖掉 怕再產生類似的消費糾紛 現在直接在價目表下方貼公告 都是可以接受的啦 客人是不需要這樣子按負貧嗎 像我話有疑問我就去問這樣 早餐店價目表的處理方式好不好見仁見智 想避免類似的消費糾紛 建議民眾最好的方式是點餐前 開口先問清楚 華視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ання豬